如果你在晚上从国际太空站来观看地球的话 你就能从太空中看到城市之光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影响力 世界各地都有着巨大的多元文化城市 我们建了那么高的楼,高到几乎看不见 城市是为了让成千上万的人居住而从地面开始建造起来的 但是哦,这是什么?多美丽的猴子啊 兄弟,你在那儿做什么呀? 你要那香蕉吗? 是的,那看起来很好吃 现在要小心,别从那树上掉下去了 哦,老天,大自然有时可能就是这么残酷 我敢打赌,他醒来时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狮子的早餐 什么?没有人类吗?他们都去哪里了? 看来当那只猴子从树上掉下来时 他就创造出了一系列事件 导致地球上从来都没有人类存在过 我知道这是什么 我们必定处在另一个宇宙中吧 好的,让我们往前跳个几千年 地球是什么样子呢? 人类已经改变了地球表面大约50%或更多 所以在这个现实中 没有任何城市或地貌是我们之前塑造过的 根本没有任何的人类踪迹 现在地球似乎是个动物天堂 它们无所不在 这些以前只有在非洲发现的动物 现在遍布在各个不同的大陆上 在美国有自由漫游的狮子 哦,看! 在欧洲有犀牛、大象、狼 哇! 哦,陀鹿 这里连熊都有哎 由于没有人类占据了地球的大部分空间 所以哺乳动物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每个地方 好的,你知道的 与我们不同的哺乳动物 它们的种类也很多 就动物的物种而言 地球似乎已经变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非洲的延伸 你也可以看到大型哺乳动物 现在巨型树懒啊,剑齿虎啊,甚至是鲁齿象 都像远古时期一样在地球上行走 地球现在之所以不是这样 就是因为人类占据了太多的可用空间 例如,在我们的宇宙中 非洲拥有如此众多的动物 并不是因为这块大陆只适合动物繁衍生息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太活跃 我们的祖先与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有很大的关系 冰河时期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 在我们的地球上 人类是智慧的生命形式 那在这个星球上呢? 你可能知道 自然选择引导着进化 再加上我们能在某些物种身上观察到的随机突变 这表明着即使地球上没有人类 也有可能进化出智慧生命 那么灵长类动物现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命形式 或者也许是湖蒙进化成了优势物种 地球上的气候也比我们的气候凉爽 那是因为没有温室气体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说法 当前的地球暖化趋势 很可能是195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的结果 这意味着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 是地球变暖的原因 温室气体之所以会被叫做温室气体 就是因为它们像温室一样能阻隔热量 它们让阳光穿过大气层 但阳光所带来的热量却不会因此而离开大气层 它们是个好东西 否则地球根本就不可能有生命了 但是由于现在它们太多了 导致地球比应有的温度更暖了 让我们回到那一个平行地球 在水中 澳洲的大宝礁仍然完好无损 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珊瑚礁系统 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生命有机体 这个新的地球长满了树木 而且郁郁葱葱 绿色无所不在 存活着各式各样的树木 是地球上所有不同动物的家园 由于没有森林砍发 因此地球的肺 亚马逊雨林能够蓬勃生长 同时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生机勃勃 但是假设 如果现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呢 也许是今年或者前一年 它们当然不会立刻就变成优势物种 而且可能在一开始非常困难 进化和学习过程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直到它们让自己处于顶端位置 它们必须适应自己的新家园 这就像是回到了大约13万年前的现实世界 到一个现代人类或者说智人刚刚出现的地方 那时的人类并不是新物种 关于它们的唯一新发现就是 它们进化成了智人 这并不像是我们从宇宙飞船上 掉到地球上或类似这种事情 但在另一个现实中 这确实发生了 一群人从天上掉到了地球上了 现在他们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一切 他们需要弄清楚 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它们必须给自己寻找食物 同时需要从这个星球上获取它们所能得到的东西 就像我们在13万年前所做的一样 这些新人类是游牧民族 它们无法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定居下来 因为它们需要探索和了解周围的环境 就像周围的动物一样 随着群体的扩大 它们分裂成较小的群体 来寻找适合建造自己家园的新地方 甚至找到一个可能更容易生存的地方 由于他们来到这个新地球已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做了一些探索 发现自己在新环境中更加舒适 他们的工具开发得更好 同时像家庭结构那样的小房屋 终于开始出现了 五万年前 我们发展出自己的语言 这些人类也发展了自己的 因为它们彼此之间需要好好地沟通 随着语言的发展 它们变得越来越有组织 也更能够好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所有的狗都来自于狼 关于这种野兽 怎么就恰巧变成人类最好的朋友 有两种理论 一种理论认为 早期人类最终以某种方式捕获了幼崽狼 并把它们当作宠物来饲养 久而久之 它们就逐渐寻养狼 另一种理论指出 狼实际上已经寻化了自己 这就是最友好的生存 由于狼和人类都是捕猎者 狼也可能意识到 如果它们和人类待在一起 而不是直接跟人类竞争 它们就会受益 有些狼对人类充满恐惧和攻击性 其他则可能更加友好 这也可能使它们获得了猎人的食物供应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现代人类的行为开始出现 固定的房屋开始出现在有利于人们的地方 也许就在河边或者土壤肥沃的地方 这样它们也能成为农民来发展农业 当它们安顿下来时 社区也开始兴起 由于它们是社会性动物 所以它们彼此吸引是很自然的 很快的 人类就遍布全球 遍布各大洲 拥有自己的社区和家庭 当然别忘了还有宠物 为了适应人类需求 地球的地貌就像我们现在现实世界中所做的那样 发生了变化 文化得以发展 竞争开始了 它们开始互相推动到极致 数千年过去了 这个人类社会开始变得很像我们今天的社会 尽管如此 事情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 可能已经有一个它们必须要与之竞争的智慧物种 然后它们的进步可能会有些亮腔 也许会出现一个社会 其中不同的智慧生命形式将能够和平共处 当你走进咖啡店时 胡蒙可能就是你的咖啡师 你的房东可能是几个大猩猩手足们 或者当你去理法时 一个穿着油布外套的灵长类动物 会为你理法 如果不是这样 很多事情最终会和我们的现实相同 人类不会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物种 但肯定是最具影响力的物种